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价值观和处事态度等各方面都有其独特性 面对种种的改变 现今的教育应该提供怎样的学习呢 今集公大讲堂请来香港大学荣优教授程介明教授 程教授之力研究教育政策的发展和改革 他会提出一些对教育概念的误解 分析青年人所面对的挑战 和审视教育所扮演的角色 这个题目是本来英文叫做 Education Misunderstood 今天讲的含乱也是讲五回 第一个就是教育为培养人才 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太舒服 最近跟朋友聊起来都觉得 不是培养人才培养什么呢 我举一个下面的例子 是什么经济活动呢 当然是 或者社会要发展经济 或者个人要安居落业 要上班 社会就讲GDP的增长 讲国际竞争力 全球竞争力 个人来说 到处都讲Employability 其实是一个经济话语 又没错 不过是否只是这样 教育将人变成人力资源 好像难免会是这样 但是是否只是这样 我所谓都是问题的 我没有答案的 我做好事与问问题 不适合答案 人的生活 有经济生活 就业 现在开始有创业 但待业 失业都会经常发生 但还有其他生活 我有家庭生活 文化生活 政治生活 灵性生活 以下生活 退休生活 现在退休人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提早 命越来越长 那些生活如何 这些又不仅仅是人才 当然有些人说 不是的 所有东西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去解释 所以人都可以用人才的角度去解释 你做爸爸做得好吗 又是否是爸爸的人才 我觉得又不是很舒服 好像不是这样 退休了 我妈妈97岁 没有生产力 算是人才 他是人一个 很精彩的人 但我这样说 没什么意思 很虚 我看看全世界 我有个表 请大家看看 第一 现在天灾的祸害 越来越厉害 天灾是否厉害了 我不知道 但祸害肯定是厉害了 人口密集 人的流通大 人的野心越来越大 整天要做人定胜天的野心越来越大 贪念越来越大 人为意外 每天打开报纸 几乎都搞了一宗巨 全世界都有一宗巨 全世界都有一宗巨 不是说香港 社会动乱 你打开电视 每天都一定有 贪好腐败 正当纷争 任性 以前只有美国才有politicking 现在全世界都有 恐怖袭击 有些是有组织的 有些是没有组织的 这个是新少少的 但发觉好像未够 这些是到处的造假 诈骗 全世界 还有的 你随时可以多写一些 但我说这些东西 和教育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这些东西 不是二三十年内会改变的 是不是 过了十几年 没有贪污了 或者没有动乱 为什么 不相似 不相似 我们的下一代过的日子 可能和我们的过的日子 会有些不同 如何生存呢 例如现在的聚利亚难民 聚利亚难民 聚利亚难民不是贫民 里面有很多CEO 很多的专业人士 很多的大学教授 一战争一来 什么都没有了 但我们又不能跟下一代说 你要懂得生存 将来很惨 他又不仅要生存 他一样要成功 还有这些环境 这些环境 这些世界 如果我们现在的学生 他不是去改变 是谁去改变呢 他不仅要生存 不仅要成功 他还要去改变 他现在在我们的学校里 我们又很习惨 我们又很习惯于 霸佛所有时间 那晚如果没有功课 就担心他偷懒 家长又觉得 今晚要做什么 做到十一点也不怕 霸佛所有的时间 我们霸佛所有的时间 是否要预备这样的世界 这是我最根本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世界 其实需要人比我们强多 比我们强多 以前我觉得 我们生活的世界 大致上 如果你跟着教育 给你那条路 进入不错的学校 你能够大学不业 能够拿到证书 你如果进入一个机构 多数都是大机构 金字塔形的大机构 你就可以一帆封信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是七一年毕业的 入了机电署做 在机电署一直平暴 他一进去 已经知道何时可以买车 何时可以卖屋 何时可以结婚 他已经算到退休时 是多少退休金 哪一年退休最好 现在这种情形是绝少 现在绝少 到底教育是一个经济话语 还是一个人性话语 我觉得值得想一想 如果从教育制度来想 是没有什么好想的 教育制度是一个自己封闭 自己为自己定目标 自己定标准 自己定自己的途径 自己定自己的内容 自己定自己的成败 但是社会不到你这样 一到社会可能又不同 而且这些好像是政府的话语 不够什么人才 所以学家要做什么 但从我个人来说 我想法完全不同 我的问题就是这里 其实我问是否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大学毕业生应该学以致用 这个我们特首竞选的时候也有这句 教育主要是学以致用 教育和就业关系现在是如何的呢 对口就业对口 就是读什么就做什么呢 以前我们是这样的 譬如说电机工程 大学的毕业生统计 看看你的电机工程 是否真的做电机工程师 比例大就是说你做得对 如果不够就是浪费 但是现在主流是不对口的 唯一对口的就是医科 医科即是几乎百分之一百 间中几年有一个做了别的事 或者做了家庭主婦 法律 法律百分之二十几至三十是没有执业的 在美国更加厉害 一半以上的美国法律学院的毕业生 是不从事法律的 令到我自己都比较震惊 就是从2007年开始 香港大学的工程学院学生 有百分之三十五 是没有从事与工程有关系的工作 其他就是生物 历史 心理 没什么所谓 都是做这样的事 做什么都有 倒转头看 用人那边多数不对口招聘 我曾经见过南华早报有个头条 就是KPMG 四大之一 就说我们不会专门去聘请会计毕业生 我听过以前工大的主席王康元 Peter Wong 有一次明报访问他 他说我们要做审计 你不要以为我们做审计是会计 会计的技术很简单 几个月就一定得到证书 我需要诚信 所以从他们来说 什么人都聘请 什么人都聘请 他不是看你学了什么 而是看你以后做到什么 而做的事具体的学识 几乎经常要入头学起 很快学起 叫做just in time 即时的 on demand 即应按需 所以就是这样 变得学非常好 就很普遍 如果你说浪费 很浪费 大部分浪费 但如果你用新的观点来看 可能又不是 大学已经变成一种经历 一种锻炼 他有这个经历 他可以知道自己如何去找新的知识 可以学会如何去转心些 某些方面 即时学习 这个常规 我们以前读教育经济学 很重要的一样就是 一样有学位就会有这样的人工 有学位和没有学位 中学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 他的人工会不同 他终身的收入会多很多 所以才值得读 牺牲几年的收入也更加 但现在未必是这样的 同样的大学 同样的学位 同样的年毕业 入同一个行 譬如投资 投资银行 可以差十三倍 甚至是社工 社工是很社会主义的一种行业 都两倍 那些人用人单位看什么 不只是看你的学历 看你什么 为什么可以差那么远 有信出会贬值 我觉得和以前不同 除了世界 亂世 需要的不是一种常规的品质之外 其实就算没有亂世 经济环境都变了 以前是分工合作 大量生产 现在基本上 叫做小量多款 所以机构越来越小 越来越吹向一站式 有一个客户 有一个小组 那些机构 根本是很小的 香港大概有三十万间 就是注册公司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是一百个人以下的小公司 一百个人以下 每个人都知道 叫做中小企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三十万里面 百分之九十四 是二十个人以下的小公司 百分之八十七 是十个人以下 一至九个人的小公司 这些还没有计算到 现在做事 有些是自顾 他也是注册 有些是一个人打很多份工 freelance 个体 你看不到的 他就没有注册 有些是一个人做很多东西 多种职业 越来越是这样 个人的职业前途 转工转行是家常便饭 以前见到 如果见工 见到有的人 有没有搞错 每个月就转一次工 不妨好 现在如果见到 那人三年还在一间公司 什麽事 怎麽不走 你会觉得有些问题 随时会发生 提前退休 个体创业 现在大学来说最强的学生 是喜欢创业 还有没有 可能政府和教育界是唯一的 剩下的 还没有失守 这又不容易 因为行业本身又变 人又想转行 你想侍奉他 他也不参与你玩 是否这样 未必 我已经警告我的孩子 现在人工高 你别以为以后一直高 我心目中答案好像是负 除了整个世界 好像是乱世 个人的前景都是莫测的 变幻的 很复杂的 很多元的 是一个模糊的 似乎是这样 即是说 以前好像 现在乱一排 现在失业不紧 最后找到一份工 便会平暴清云 是否有这样的事 对不起 如果你觉得我现在 散播悲观的言论 青年是在想什么 找一份好工 是否 有些人说 不是 我自己不想打工 是否想找一个职业的稳定性 不是 做两年够钱便去旅行 好了 是否冲景将来 我会做什么 很难 我认识有个年轻人 在新加坡 一个人可以日日过香港景 去深圳办一个旅行平台 做成生意的勇很高 我问他 你觉得 这个是否一个事业将来 会怎样 他说 不是的 现在做成功了 有人肯卖便可以 真的有人买了他 有人买了他 给一个苏格兰公司买了他 所有的员工 即刻加一倍工 由二十几个人 变成五十几个人 等等 还有些又不是这样的 为什麽不行 我不相信这是大多数 但我问任何人 都会说有些亲戚 有些朋友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不想做事 最初的人是找一份长工 不怕不断转工转学 不想打工 想自己去创业 然后连创业想去创业 就想去创业 变成这样 现在新一代的世界 不同了 不同了 我自己的认识 就觉得 我们二十世纪的人 习惯的工业社会 是与农业社会不同的 农业社会的人 绑着在自然界 看天吃饭 绑着在土地上 工业大革命 农业破产 走到城市 很自由 不过又很不安全 但是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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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人第 现时 zurück to active members 自定的变动 机构开始散,越来越小 开始任何人感充充 谁能保证职位增业多 这是系统建设立 我自己这样看 不知怎样 似乎是这样的一代 有一世纪是说突破 释放 争脱 摆脱 要自慰 就好像这些人类伸俊一些 他有自己的空间 整个天下都是我可以活动的地方 好像是这样 但从二十世纪的人觉得 这样也有 又没有跟 又不知将来怎样 幸福观不同 二十世纪 如果不在社会主义长大 就相信市场 是信念 信民主 信和平 信公义 现在不知 我真的不知 是否信市场 是民主 我真的不知 是否 真的不知 对他们的经历来说 不是很有意义的东西 这是有意义的东西 不同 教育 到底现在的教育是二十世纪的 还是有一世纪的 我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第三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是对的吧 当然要知识 但是是什么知识呢 只是教知识是否够够呢 自己会这样问 这个是MIT 校友的一个统 他是这样来评估他的课程 第一个就问他这些知识的来源在哪里 这些主要是学校拿来的 这些主要不是学校的 这些是自己生活的 他再问同样这些 问他到底你的使用率是怎样呢 使用率是相反的 当然这不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即是说 其实学校里面学得最多的 不是用得最多的 学得最多的不是在学校里面学的 简单这样说 这个是否很有启发呢 很有启发呢 我们落足很多精神要学的东西 其实可能去到社会里面 不是最用得最多的 不等于那些不用学 又不等于学校 出去社会学就不对 于是要想我们教育是负担什么角色呢 这个就是工业社会 因为前面有很多很多 是做简单的操作 不懂事也不怕 最重要是教得晓就可以了 跟随着规章制度 手时就可以了 然后经过很复杂的设计 这么多人加工加工 又可以做成一个很复杂的产品 于是大量生产 是这样的 这个是 每个机构的结构 亦是社会的结构 个个都是这样的 是知识的结构 亦是学历的结构 工程师是什么都要懂 前面那个 什么都不懂都不要紧要 是这样的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事 尽量不要有人的因素 尽量能够严谨 工整 齐整 但现在后工业社会 若是世丹之外 87%是10人以下的世公司 这又不一样 人的品质 变成了重要 规章的管理 变松了 因此对人的要求 就不同了 最近有些朋友 聊起 到底什么才叫做 教育要做的事 好像是这些 即管试试 一个是知识 知识又要很广 什么都可以立到 但是又有能力 可以转到很深 但是现在有些人说 现在的软件很厉害 越来越厉害 科技的发展 会否有很多事情被替代 于是我们要想 哪些事情替代不了 我听过很多版本 有些人说 价值观 有些人说 empathy 不同的理性 有些人说 creativity 即是创造力 有些人说 entrepreneurship 即是创业能力 是否我不知道 其实教育应该 针住那一道 第二个 这个在台湾学来 叫做素养 是很好的一字 没法完全译到 英文 素养是 人的内在的品质 不是表现出来的品质 但做完这些 好像还差一点 就是所谓的价值观 例如哈佛最近有一个 招生改革 接着有80间大学 都希望跟他做 说我修生 除了看成绩 看其他之外 要看这个人 有没有为人服务的心 有没有受过 为人服务的实践 是一个价值观 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很大的变化 如果你这样看 我们教育在做什么呢 好像是 做那一道那些那么多 一多的那么多那些 不要说中国的地理 世界的地理 很多学生都不太清楚 科技知识有些 但又不至于 可以驾驭科技 其他那些 就学校凭良心做 教师凭良心做 因为这些是靠经历 靠 所谓的experience 这些是靠的氛围 靠教师的意识作识等等 考试更加是 考试更加是 考到不知一幅一小幅小 现在大概的文化 是 不考的就 不教 是吧 提供什么学习呢 第四个 大学生太多了 中等技术人才 第一 学历 其实 价值是不断变的 中学毕业生 在百科公司 做部长 高中毕业生 就很威衰 后来 那些公司转型 转型 科学管理 很多这些 觉得自己都是那一行 那时候多数是 国科公司 因为未改 百科公司也开始现代化 学习英文 学习电脑 所以那批人 那时候仍是 四十多五十岁 于是 觉得自己都是做灵兽 就去了商场 商场忽然自由行 第一 要懂说普通话 他不可以 第二 顾客 平时多数都是年轻人 于是 又不可以 后来做了什么 在社署 做家务助理 我不是说家务助理是一个不好的工作 即是说如果你放长眼来看 你不要以为那个学历 就很够用 你一到时间长的时候 学历就不同了 意思 社会要求不同了 所以如果有僱主说 我现在需要中等技术人才 我不是要大学生 我就会回头问他 你想请他多久 你是不是请他一世都是做这份工 其实不是这样 第二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齐不齐 其实这些 界线是人为的 最近我听了一位 资深的 职业教育的同事 他说 其实我们 跟大学的分别是什么 为什么要强调大学跟大学的分别 除了学生说在中学考试时成绩不同之外 没有其他东西是不同的 大学可以做的事 其实很多其他机构都可以做 比如说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些作为标定 他一样是有全人教育 一样是学生组织 一样有各式各样的学生活动 有社会活动 有海外的活动 有服务 学习等等 什么都有 跟大学没有分别 而且他的学生 很多是 在海外取奖 其实没有分别 其实 你任何学历都好 到了四十岁 没人记得你研究过什么书 所以其实是人为的 短线的人力需求 和个人长远的前景是两个回事 你现在需要我这样的中等技术人才 我不可以一世做你这份工作 你又不是一世请我 从长远看就没有所谓过度的教育 从个人看也没有所谓过量的学习 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现在要考虑的 所谓社会流通 social mobility 我后面 讲一些近一点的东西 这是中国内地的家长提出来的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就变成一个大家都觉得对 是这个说得很对的 什么叫输赢 赢了是否真是最好的人 你不知道 看你赢了什么 湘海有名叫刘京凯在座也认识 他很有名叫成功教育 他在习笔 在一间学校 他13年前开 只收本区最差的学生 他成功之后仍然是收最差的学生 而他的学生 之后进入大学的比率 高于上海全市的比率 他说我为何会开始呢 因为有一天他女儿回来说 爸爸 老师说我们班有几个笨蛋 他说死了 原来是老师心里面觉得你不行 其实他觉得学生没有说不行 没有说笨蛋 你说他笨他便笨 所以他就立心 他真是成功 所以叫成功教育 他经常到美国和欧洲去讲 输赢是相对标准 是输赢吗 赢是否好 分输赢是否学得好 是否读得好 浓赢是否要强壮 是否要强壮 这就是 冬环来说 那些嬰儿 还不懂得走路 他那个已经懂得走路 只差两个月 是否早些走路 将来比较好 肯定不是 我最记得有一次 我在圣佛罗南下教书 教数学 这些学生很厉害 FORM 2 有个学生说 阿sir 你的数学 太简单了 我现在想读尼即分 他问我 怎样读法 我立刻写封信 当时还用油简 写给肖文强 同班同学 他在Columbia 当教授 我问怎样 其实 他早些学 没有学多到 他迟早些学 他说要成为数学家 他现在要看很广 跟数学有关系的东西 所有事物里面 去找数学美丽的地方 他就可以成为数学家 早些学 未继分 将来迟早都学 人家也认识未继分 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好处 不是说学先 学早些 这就是有一种误会 但是我们的教育 还在鼓励输赢 我们的老师 我想现在香港社会 就不会叫人做笨蛋 但是 还有些学校 派卷的时候 高分踏前变 或者低分踏前变 一路派 派到最后的最高分 派到最后的最低分 整个概念就是 你是可以的 你是不可以的 好像很自然 好像很自然 很多国家 包括 中国大陆 包括台湾 已经取消了名次 但香港还有学校在排名次 在排名次 香港的学校是公然 要生学生的 大家都有个概念 现在叫做Band 1 Band 2 Band 3 很少地方有这样的概念 第六样 好像海绵一样的吸收知识 好像知识是一种液体 如果不吸收 就掀开个盖 倒入脑内 教师是如何在教师身上吸收 甚至以前说观书 整个知识是一种液体 我在农村做研究 老伯说 我这个孩子就是笨 知不老 记得实就叫做叻 好像人是一块石板 黑到下去就叫做叻 其实 什么是知识 知识是如何形成的 什么是学习 因为我们曾经 2012年 我们找过一批学习科学 有十个是世界各地的研究 另一半是找国际机构做教育政策的人 后来谈了之后 我们觉得有下面这几样 第一最大的基本原理是 人脑是可掃的 脑是在变的 是你的活动 决定了脑向变化 第一 就是认识世界的过程 这个 当然了 对外期的事物是有意义的 简单来说 婴儿一出生 甚麽声都听到 是没有意义的 黏使他們觉得 这些原来是人声 原来是妈妈的声音 他们不懂得 något植的首席 因为它慢慢觉得 原来那是一块面 互相互动 对这块面有个意思 你的经历令你的脑 产生这样的反应 令你有这样的知识 所以有些人叫做扣见 知识不是别人给你的 而是你自己脑里面扣见 同样的经历会有不同的学习 这对我们教徒来说是要命 我们教了这堂书 明天你的测验就要测 每个人都要懂那样东西 是吧 一定是这样的 经历很重要 有意义的经历才有 就是learning by doing 就是用里面学 但吸收前有知识也是重要的经历 不是每人都由头起 所以中文学习两个字是很精彩的 学而是习知 那是一个经历 就是等于踩一扇车 你不踩它 它就不会平衡 或者乘数表 你不懂乘数表 你不懂得计乘数 你怎会理解乘数 西方很长时间说你不理解 应用是不会应用到的 但现在的脑科学发现 应用过程其实是一个理解过程 应用和理解是交叉的 这是很重要的发现 现在证实了中国传统的学习 有智慧在里面 第四个是群体活动 这对我们教育也是很拥命的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有集体组 在一道考试 集体那些叫通水 作弊 出猫 在外面的工作来说 很少是一个人去做 怎样解决呢 我不是说有个答案 但怎样解决呢 大学开始是否开始解决呢 大学绝大部分的所谓功课都是集体 都是集体做的 模仿 这是集体活动里面很根本的一件事 语言 动作 运动 体育运动 舞蹈 美术 都是由模仿开始的 集体学习是最有效的学习 文化的全体都是这样 人类的学习是总体性的 不是教一样学一样 是很多东西综合 很多是不在意的 所以我们现在学习里面的方向 奥登是最有效的学习 主动性 主动的学习 不经意的学习 群体的 又要去解决问题 应用都在这里 我举一个例子就结束了 墨书 凡真有华人的地方也有墨书 你问师生做什么呢 他要识字 我给他一百字 他昨晚就不会 浪费时间 他就会写到那一百字 今早就写到那一百字 是这样 但是这样 他会越墨越辛苦 现在很多学校都规定 一个星期 测几多次验 买几多次书 我们的同事就给他一张白纸 中间给他一个概念 春天 就要他 你去 写 和春天有关系的词汇 最少六个 可以无限多个 每个三分 小孩就去找 到处去找 这就是其中一个学生 你说 油药和春天有没有关系 无所谓 其实他觉得这些有联系 也是他脑里面的词汇结构 所以是mental lexicon 例如他还有一个叫做早餐 他又不知婆婆 又算是早餐一部份 他的心里有 无所谓 不自在 他自己创造 他是要求 但是先生有一个秘诀 就是不可以减分 错了不可以减分 因为如果错构分 他就不冒险 因主因主最少就最好 最少就最好 但你要打交叉 即是说这个错 但又不扣分 这里解决了什么 出了什么 第一个是主动学习 他去找 第二 他自己建构 第三个个别发展 立即知道哪个快哪个慢 但是这个个别发展 对先生是要命的 我给他墨书100个字 我知道他懂得100个字 现在这个走到那里 那个走到那里 那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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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回答不了 但实际的先生有很多办法做 但跟我们平时的教育概念是不同 因为我们的概念是 要齐齐齐 大家跟他同样的 就像影印机那样 但真的是 他这样在二年班结束前 大概能识二千五百个字 即是可以狗体报纸 你不用登学校 你家里也能做到 好了 我又觉得 学习是人的天性 有人就有天性 又有学习 但是教育又不是 教育是我们 成年人为下一代设计的学习 所以 我们设计时是有我们社会背景 现在社会走得很快 很快 我们还是用我们认识的社会观念 去设计教育 教育是一个比较封闭 他很结实 很结实的一个牢固的体制 他怎办呢 社会变成 世界变成 时代变成 教育怎办 是一个塑造人的过程 还是一个释放人的过程 我自己觉得 是面临一个主要的挑战 所以我就有个说法 即是说 好似 好似 一个 动物园 这些动物都很乖 又养得很肥 吃得很漂亮 突然火灯 快烧到 那你怎样呢 那你怎样呢 开个训练班 训练他怎样走 开个训练班 训练他怎样自己玩吃 当然不是 当然是放了他走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释放的过程 没理由不是这样的 社会就很多元化 人也很多元化 刚刚中间那里 是独木桥 你过不了我 你就出不了 这是我 好像很鲜 说着激动 我又不是很对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